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无论你输还是赢 在他心目中你已经是赢了 这条片令人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在做一些期望管理 就是说给大家听 其实可能真的输 大家赢在心中已经够了 其实我们很多这些片 都是任由各位朋友 是自己去表达的 我没有跟他谈过要说些什么 在哪个时期说些什么 都是他们自己的表达 这都是他自己的真心说话 我想大家在一个竞选那里 你不是赢就输的了 但是我出来参选 我当然是抱着一个 我不会抱着一个 我会出来参选我会输才会出来参选 当然我自己对自己赢的 是有个胜算的 所以大家 他是一个说法来的 他的意思其实是一个鼓励我的说法 就是说你在人民心目中 你都已经赢得出来了 另一条片就是跟你拍照的 前正义座李罗永聪 那条片听说很多人看到 觉得感动和有人哭的 他就说到有一个说话 就是说大家发了一场梦 可能最后是一个会成真 也可能最后会落空 也是给人感觉 是不是其实现在开始要和市民说了 其实大家当作发了一场梦算 其实政治现实就是政治现实 我经常都以为他多些是一个喜剧演员 想不到他会令到人哭 这个都是昨天的事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梦想 大家应该有梦想 如果梦想都没有 就好像昏昏天愁所说 不如是一条鲜魚 你连梦想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要有一个远景 有一个梦想 那其实在梦里面那些东西 怎样影响到你的人生 或者你的人生 怎样影响到你的梦呢 一定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都是对的 我也没有跟他谈过说你会说些什么 这个也是他自己表达到一些东西 他也觉得我们一向 近日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是表达我们对香港这个心 大家其实不只是我们 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 一起的 有一个同一个梦想 发梦还发梦 政治现实就是要数票的 你的主要对手林郑月娥 她入闭已经拿到580票了 方向都说她有百多票 只要贴票未计 加上其实条数很容易计 就是她们601票赢这个选举 其实可能是一步 那到这一刻 就是经过这段时间 经过现在两会都闭幕了 其实都大家讲的 好像没听到过 有什么口风转的时候 你现在这一刻 你觉得还能不能叫到票呢 有没有信心可以打到逆转性 我觉得不是叫不叫票的情况来的 我想我们是要继续争取不同选委的支持 就是大家都看到 就是由你是说建制和泛民来说 泛民有一定的票数 那就是如果我要赢出这一次的选举 我一定要有多过一半的建制派的票数 但是今次我们的选举制度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的 我相信两个不同的阶段 那个考虑都是不同的 那就是希望她们可以去到 最后这个投票这个阶段 在一个不记名的阶段 她们会作出她们的考虑 和提名的阶段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期望 最后我们都有机会胜出的 你现在的信心是否仍然这么大 可能大家听到要拿到一半的建制 都要叫很多才行 可能是一个奇迹 我想未必是一个奇迹 我现在是唯一一个在三个候选人之中 是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 一个跨党派的支持 这个代表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主要的理念 就是希望可以团结到社会 其实我现在是唯一一个候选人 可以做到这件事 这件事当然不是容易做 也不可以说有个担保 100%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至少我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可能是可以做到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你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大家都问过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信不信 那个选举是公平公开的 还是觉得都是会阴点呢 你都不止一次说过 你相信都是选举是会公平公正的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 在北京两会期间 见到很多人都差不多都已经说到开口 是说中央是倾向去支持 另一位候选人林郑月娥的 董记华先生也都说到 在一些闭门的会议里面 他会支持他拥抱过的人 抱过的人 被人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中央已经是祝福了 某一个候选人了 而那个就不是你了 你这一刻 还不相信选举是公平公正的 我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现在的选举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每一个选委 他都有自己的自由 去表达他的看法 他的意见是怎么样 这个毕竟是一个竞选来的 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表达去影响到人 去选择自己心仪的人 这是一个选举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亦都会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争取不同的选委他们的支持 但是你也知道 我现在整个工程的做法 不止只是针对1194个选委 我很多时间也都放在730万的香港市民那里 因为我觉得选举只不过是一刻的决定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赢了之后 你那个管治会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这个是5年的时间 如果我是得不到市民的支持 广大市民的支持 跨党派的支持 那个管治是很难是会畅信的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应该很重视这里 但是在香港的选举里面 会不会其实中央的祝福才是最重要的呢 中央的祝福固然是重要的 因为中央也是有一个实质的委任权在那里 以及以后大家和中央的合作 各方面也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 香港人在这里整个竞选内的角色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是很重要的持份者来的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生活 我们的子女在这里成长 这个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在一个宜居的地方 大家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那你觉得自己是否不获祝福呢 我从来都没有一些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三十多年在香港政府做的事情 我这么多年作为主要官员 我相信我做很多事情 也都是没有辜负到香港市民对我的期望 也都是对中央各方面有很好的交代 你会不会有一些不甘心 因为之前一直都说中央开出四个标准 就是爱国爱港 中央信任 有管治能力和受港人的拥护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四方面都没有什么输舌 为什么好像现在整个选择形势 建制的声音都在这里 只是说中央祝福另一个候选人呢 我确实是合乎了四个不同的标准 我也不是一个有什么觉得是不甘心的人 我是会看到在疫境内面 我是会继续努力 我会坚持到底 这四个标准 如果要和两个候选人比较 会不会觉得你有什么用到四个标准来看 是优胜过他们 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优胜过他们 我都看不到有哪一方面我是落后的 但是当然每一样东西不是必然的 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要继续努力 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是怎么样 那个理念是怎么样 说到中央信任 之前你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两次的握手 你之前在其他专访也有说过 这也是其中一个鼓励你参选的原因 但是最近有一些分析 一些说法传出来就是说 其实那个习握手的意思 就只是肯定你做财政司司长的工作 就和参选特首无关的 那其实可不可以说回 就是其实当时 就是经过习握手之后呢 有没有一些中央的人 或者接近习近平的人 是和你演绎过这个信息 究竟是代表什么 是不是真的鼓励你去参选 我和中央的人 大家具体的东西我就不评论了 但是确实这两次握手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也是很大的鼓励 不过我们也都 再一次我们不可以忽视在香港 和这些市民上面的支持 我和很多市民在下街 和下街的时候 都有很多握手的 市民跟我来对我说很多支持的说话 很多鼓励的说话 就是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在网上看到很多不同的留言 也都给我很大的动力 那就是这些 也都他们很清楚地表达 对我的一些期望 这些我是不会令到他们失望的 其实当时有没有人 就是鼓励过你中央的人 或者甚至接近习近平的人 是鼓励过你去参选特首 当然具体这些 我也都不会是评论的 但是我觉得 我在现在这个时间 我是唯一一个 是可以有机会 可以团结到香港社会的人 我也都是一个 在国际上 尤其是我们自己 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唯一一个人 是有这个国际的网络 和对这个国际金融经济 有深入认识的人 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另一个画面 曾经引人的一些联想 就是你之前在杭州出席 G20那个峰会的时候 你就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留学聊天 有一张的照片 就是你们聊天的时候 你之后就放了去 你自己的社交网页 然后可能有很多人转载 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一个经济智囊 但是最近有一些网上的媒体 又有讲到 这张照片在网络封存 引起刘鹤先生的不满 又有据说你们两个是认识的 其实有没有和他谈过 是不是他不喜欢这张照片公开出来 我们具体的都是不会评论的 但是我和刘鹤 我每一次出外 我都会将一些相片 一些经过的事情 都在我的社交网络 那个Facebook上面 跟大家的市民 大家可以知道我做过什么事情 刘鹤一向都是一个低调的人 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认识他 但是大家在很多方面 大家都谈论过 都谈得很好的 你竞选口号 提出信任团结希望 其实在你公布政策的时候 我都问过你一个问题 就是敲的问题 究竟怎样去做到 其实这个口号是讲中了 几多香港人现在的一些希望 但是大家都问你 怎样做到呢 是不是真的选了曾俊华做特首 自然就会有希望 自然就会团结呢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告诉别人 你做了特首 是会做一些事情 是真的会令到这几件事会发生的 如果是选了曾俊华做特首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就是这个也是会选出一个 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的人 来作为他们的特首 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 接着要看看 这个新的特首会做些什么事情 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去做这些事情 例如这个新的特首 会不会是继续是 会是偏移某一的政治光谱呢 某一方面的政治光谱呢 这个班子会是怎样呢 会不会是涵盖不同政见的人呢 不同年龄的人呢 这些也是重要的 我们的咨询委员会 是怎样去找些什么人 去进入这些委员会内面呢 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代表性的 接着大家要看的呢 就是那个政策的措施啊 那些推行 和整体行政立法的关系啊 大家的活动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些我想都是跟着考虑的 民主党和公民党已经说了 会投票给你的了 那会不会是 你已经拿到他们的票了 拿到他们的支持了 如果你选了之后 是怎样是泛民建制这样分 也都不会因为他是建制派 也都不会因为他是泛民 而找他做我的班子的一员 我要看他的能力是怎样的 他在社会的形受性是怎样的 他对这个范畴呢 那个认识是怎样的 他的抱负是怎样的 这些呢 觉得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要拆走了中间那条界线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有一条界线呢 是建制泛民呢 我们永远是一个对立的情况那里 我们做不到事的 过去有很多人说 香港越来越走近一个西环治港的情况 也有很多说法说 中联办是很参与很多的 各级的选举的一些拉票和部署 甚至立法会里面的一些事务 怎样投票 可能他们都有些参与 那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 中联办在一些选举里面 有一个角色的话 你怎样看你觉得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 你觉得未来的特首 譬如如果你自己做特首的话 你会不会拒绝这些事情发生呢 在《基本法》22条都讲得很清楚 大家驻港的中央机构 它的角色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会遵守法律的 管治是香港政府的责任 如果我们要坚守这个责任 我们是做足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的角色是清楚的 接着就是问一些过往先政的问题 就是近一点 看回日前辩论 你和林郑月娥辩论的时候 就是那个011减开支方案 你们都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就说他争取011第一年不减开支 你就说共同协商 现在好像成为一件挪生门事件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 我们政府内面 是有一个资源分配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由政务司司长 和财政司司长一起主持的 就是我们所有大家同意推行的 都是大家同意的 这个推出 所以毫无疑问 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然后由我们在资源方面 推行这件事情 整个011不是一个省钱的措施 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措施 其实在这段时间 通行了值011之后 那里有60亿元 省了出来 我们是用这些 已经回到我们的总支出 做出一些增加服务 一些新的服务 其实这几年 我们是没有减少支出 反而我们是增加了不少支出 所以我要重新 这个是要提高效率的 令到每一个部门 都有机会看看他们的底线 是怎样可以将他们的服务 那里可以提高 大家也要记得 现在平均来说 每一个部门 他们都是有一个小洗了 每一年 一个所谓underspending 都有4-5%的 我们希望他们 是看自己的底线 是作为一个好的 好的controlling officer 在这里怎样可以善用些 他们自己有限的资源 看回整件事 会不会都觉得 这个减开支方案 都为了一些部门 可能带来痛苦呢 就是会担心 可能最后 都会影响到那些服务 不会的 因为他们没有少到钱的 但我们希望他看到 就是在哪一方面 是underspending的 是少了的呢 在哪一方面 是有些服务 是可以改善的呢 因为最终 省了的60亿 是全部回到那些部门 他们全部可以用来 做一些增值一些的服务 或者一些新的服务 提供给到市民 你说过 辞职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不开心 其实当时 发生过什么事 令到你不开心呢 所以要辞职 具体的 当然不会说 如果我是要提早辞职的话 我都是要找一个 适当的时间 作出这个决定 因为我也要考虑 就是跟着来 在预算案的工作 是怎样去推行呢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当我们 所有的咨询都做完了 我们很多的准备工作 尤其是整个经济的分析 财政分析 各方面的工作 是做完了 但是大家还没开始 落笔写预算案 那个应该是最好的决定 最好的时间 是作出这个决定 所以我就是 拿了那个时间 作出那个决定 就是那个时间离开 我离开了之后 我决定了辞职之后 才开始考虑 是不是参选的 所以参选 不是我 当时是辞职 是一个原因来的 那你怎样形容 你和林郑月娥 和特首梁振英的关系 大家有个专业关系 为什么好像给人的感觉 因为林郑月娥 就会形容 希望她延续 现在政府政策 又很密切伙伴 那为什么 你和林郑月娥 本身都是政务官出身 但是好像有个感觉 就是好像 在这届政府里面 你好像很局外人 好像很边缘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我们人类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没有人是会将自己 变成一个局外人 很多这些 亦都是大家一个群体内 很多的关系上的元素 是这样形成的 我也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因为我在政府内面 在这届政府四年半之中 我亦都在很多方面 都有很积极的参与 很多方面 我亦都是有 和大家的交流 各方面都是OK的 在这四年半里面 你有没有和特首梁振英 或者林太有没有什么事 激烈争拗过 很多就着政策 措施 这些是必然 会有很多讨论的 有些比较激烈 有些没有那么激烈 一定会有的 这是一个政府 也都应该有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辩论 很多最好的做法是出不了来的 这场特首选举还有十天 结果将会尘埃落定 你这一刻心情是怎样的 这一刻平常心 平常心 我一直都是抱着一个平常心的 就是看回你的选情 一直都似乎挺严峻 争取尤其建制的选委支持 都似乎挺难 压力又是不是很大的呢 我从来都不会给自己有压力的 我也是会尽自己能力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 跟很多市民聊天 跟在网上的留言 是得到很多支持 很多鼓励 更加看到很多的 就是市民 对我 对未来的社会 对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期望 这些是对我来说 我是要尽我的能力 怎样可以坚持到底 是可以不要令到 我们香港的那些市民 是失望的 这个过程你哭过多少次 还有最想多谢谁 其实哭不是那么多的 阿聪太誇張了 这个我是支持最大的都是家人 我想支持我最大的是太太 每一天都很好用心 大家都有很好的支持 我们没有什么讨论 今天又和谁聊了 有什么访问 我们不说那些东西 但是很多都是一些 家常的事情 令到我可以更加放松 更加有动力去迎接明日 你在这个选举过程中 都存了不少的支持者和民望 假设如果输了 你会全身而退 还是会利用这些政治能量 继续去参与政治呢 会不会例如 考虑会搞一些智库 甚至建立政党 我没有想过那么远的 我亦都没有想过会输的 因为我是 我现在是在看3月26日 去到那一天之后的事情 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我亦都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做智库 或者这样的事情 我是看着3月26日 然后才再 或者睡几天 再考虑 接着如何去做 看近一点 你聚集了那么多支持 会不会考虑搞造世大会 为什么一直都不看见 你有这个想法呢 是否担心会中央顾忌 其实我们跟着还有很多活动 十天的时间都不短 你都看到我们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在社区那里 其实说下区来说 我应该在三个候选人之中是最多的 不过我们很多的下区就没有很大的宣传 因为我想直接去接触到那些市民 因为每一次如果有媒体的人下去 就全部霸了前面的那些位置 那些是接近不到那些市民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下去都是很低调的去做 接着我们会还有一些活动的 那就是我们也都 或者到时你们会看到 希望有一些惊喜 林郑月娥公开邀请罗永聪 在她当选之后加入她的团队 如果罗永聪真的将来加入林郑月娥的班子 你又会不会介意呢 你有什么意见给阿聪 我绝对是尊重我所有同事他们自己的决定 这些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考虑 大家作出这些决定 不过很清楚我今次选举这个团队 我有两个退休的上臂 有20多个退休的同事 和一班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组合我相信以后都很难找得回 所以我也说过这个是钱买不到的组合 就是各有所长 但是大家都抱着同一个理念 所以协调上面的功夫不是很困难的 因为大家了解到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所以我们很多方面的反应和回应是快的 无论你选不选到特寿 你希望香港人如何记得你呢 你想留下一些什么的印象 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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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知道我在这段时间 我是要尽力 因为确实香港人对我的期望很大 我是要看看怎么样可以 不要令到他们失望 多谢先生 多谢 谢谢